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喂喂喂 大家午安 我們現在這場session 即將開始 我們掌聲歡迎一下我們活動 大家好 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 Dark的原理跟 使用 然後 我會想講這個主題是 有一天我就是看到Dark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想說 這個東西很神奇 可以不用虛擬化的技術就可以在 Ubuntu下執行CenterOS 這件事情 那我們今天就是來揭開 Dark的神秘面紗 然後我現在是任職於 引管科技 然後主要工作是 就是 OpenStack 黃道在 OpenStack 跟 Python 相關的工作 然後我閒小的時候 會學習一些不一樣的技術 像 Scala 或是嵌入式系統 然後我會把我平常所學的東西寫在我的部落格裡面 然後最後一個是我的 Github 然後那是一支可以 紀錄 Python 程式執行過程的程式 那我們就開始講Dark 那這次是這次的延展大桿 然後一開始我會先介紹 Kernel Namespace 然後Secret Compute Control Group LXC跟最後是Dark 那Dark3是一個可以讓你建立輕量級的Container 然後跑在Container裡的程序會被隔離 然後就像沙盒一樣 然後外面的程序可以看到Container裡面的程序 可是Container裡面的程序 它無法看到外面的程序 因此我們就是可以利用Container 來執行另外一個Ninus系統 那我們首先先來看看 Ninus是怎麼開機的 Gainel開機的時候 會先讀進Bootloader 然後Bootloader會再入Kernel 那Kernel的話會執行一些Initial的程序 那不同Ninus套件之間的差別的話 主要是在於 PackageManager跟開機的時候所執行的程式不一樣 那一般所說的 這個虛擬化技術的話 它是模擬一整台的機器 所以它上面那三個開機步驟的話 它都必須執行過一次 可是Darker的話 它是共用核心 所以它只是在相同的Kernel下 執行不同的Initial程式 可是會有個問題是 Initial程式它要求PID等於1 那Kernel裡怎麼可能有兩個PID等於1的程序呢 這個我稍後會解析 那這是Darker所用到的技術 那黃色的部分表示我會講 然後灰色的部分表示我這次演講不會講 我們先來介紹KernelNetspace Netspace的話 基本上就是可以虛擬化一些Kernel的一些資源 像是讓很多程序 以為自己的PID是1 或者是讓很多程序 以為它佔有80Pol 那這是在Netspace裡面的程序 對資源的看法 與真實的情況會不一樣 然後我們來簡單 我們以PID Netspace為這個例子 來簡單講解一下 我們可以先把程序 先把它想像成它是一個青蛙 然後Lenspace的話就是一個水井 然後系統啟動的時候 什麼程序都沒有 只有一個Kernel 然後我們就把那個Kernel叫做女蛙 後來女蛙創造了一隻青蛙1 然後它的PID是1 那青蛙1生了一隻青蛙2 它的PID是2 後來女蛙挖了一個水井 叫做Lenspace X 然後青蛙1生了一隻青蛙3 被丟進了水井裡面 那青蛙3就問女蛙說 我的PID是什麼 女蛙就看看水井裡面 也沒有其他青蛙 然後就對 就對那青蛙3說 你是 你的PID是1 然後那隻青蛙就會以為 它的PID是1 可是實際上它是 第3隻青蛙 那PID生生了 第3隻青蛙生了第4隻青蛙後 第4隻青蛙看一看 它會發現它是這個世界上的第2隻青蛙 所以它會以為它是 它會以為它自己是世界上的第2隻青蛙 實際上它是第4隻 黑字的部分表示是真實的PID 然後紅字的部分表示 它程序以為自己的PID是什麼 然後有了這個機制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一個 Kronoge下執行 不同的Ninus套件的Initial程序 Kronoge能夠虛擬化的資源 總共有六種 像GEE種MountNamespace的話 就是會影響到程序如何去看檔案系統 而UKSNamespace的話 會影響到程序取得主機的名稱 如果我們要建立新的Ninuspace的話 就是在Kronoge的時候帶入這個參數 我們現在來執行一個實際的程式例子來看看 我這裡就不看程式碼了 然後我就直接執行我執行的程式 就直接寫執行那個程式 我用Echo這個指令來看這個程序的PID 你會發現它這個程序 它認為它自己的PID它是1 然後如果我們用PS來看這個系統有全部程序的話 你會發現它還是一樣把系統主機上面的所有程序都列出來 可是這跟剛剛講的有點不太一樣 就我們就是做虛擬化沒有虛擬化完全就是尾巴沒有藏好 所以就是露出了馬腳 所以像PS的話 PS它會列出所有的程序是因為它去分析一個PROC這個資料講裡面的內容 然後來產生結果 所以我們只要再做 只要再做Fire System Lenspace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到完全虛擬化 而要做Fire System Lenspace的話 只要帶入這 紅字這個參數就可以了 然後這是一直有做PIGIN Lenspace的 還有做Fire System Lenspace的程式 這個時候你看它一樣是PIG11 然後你用PS來看系統程序的話 你會發現它只看到兩個程序而已 所以基本上它就完美地在經濟當一個經濟之蛙 那Secret Compute的話 它是不算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然後它是能夠讓一個程序只能做四種對已經開啟的檔案做這四種CCN Call 然後這裡有一個簡單的例子 不過我不會講那個例子 我最後頭影片會放出來 然後你們有興趣的話就是可以去看看 然後Control Grouper的話是另一個有趣的東西 然後一開始它是由Google做的 後來整進的Ninus Kernel裡面 然後它主要作用是可以對一些 對一群程序做一些Control 或Accounting 或是Resource Limit之類的 然後Control Grouper的話它提供了很多功能 然後我會講的部分主要是黃字的部分 就是Block I.O. Freezer 跟Memory 然後Freezer的話它是作用就是凍結程序 就是相當於時間暫停 那凍結程序能做什麼 就是可以做到一些像你要備份檔案系統 或是做一些Checkpoint 或是做Migration之類的 如果你要使用Control Grouper的話 你就必須先把那個Control Grouper mount到某個資料夾去 用右邊那個值給你mount 然後之後它在那個資料夾 就會產生像左邊那樣的檔案結構 然後如果你有沒有把其他程序 加到Control Grouper的話 預設Rooter Grouper裡面的TASK 檔案裡面 會有所有程序的PID 那如果你要建議子群組的話 你只要建議新的資料夾就可以了 然後預設新建的子群組裡面 TASK 檔案裡面 它不會有任何的內容 那Control Grouper的種類有很多 可是把程序加到Control Grouper的方法都一樣 就是把PID寫進TASK 這個檔案裡面 那建議子群組的方法也是 都是靠建議新的資料夾 我們可以用Echo這個指令 來把一個程序的PID寫進TASK 這個檔案裡面 然後你可以用Git3 含的指令來凍結一些程序 然後Git4含指令的話 就是做程序解凍的動作 那MainRate Grouper Control Grouper的話 它基本上可以做到 限制程序的記憶體使用量 跟顯示一些記憶體 對程序對記憶體的一些統計資訊 然後Block I.O.的話 可以修改I.O.的權重 或是顯示一些統計資訊 那LX7的話 它是一個利用上面講的一些技術 跟沒有講的一些技術 來完成的container 然後它有提供一些樣板 讓你不用每次都重新安裝系統 它也提供一些工具 讓你來控制container 那這是一個假想圖 然後host process裡面 host process可以看到 container的process 可是在container裡面的process 看不到外面的程序 因為在container裡面的process 基本上都被 光在namespace裡面當經紀之瓦 所以基本上process1跟process2 它可以互相知道彼此的存在 而3跟4可以互相知道彼此的存在 可是process1無法知道processx 跟process3的存在 那這是一個簡單的LX7的使用方法 然後gear行的話 就是建立一個container 那container就是相當於 你可以想像建一個虛應的電腦 然後gear行的 那第二個指令的話 就是列出你電腦有所有的container 那gear行指令的話 就相當於你把電腦開機的意思 那gear行指令的話 就是你連到那台電腦的console裡面 然後你想停止一個container的話 你有兩種做法 一種做法就是在container外部直接stop它 你也可以在container內部裡面power off 也可以做到關機的事情 那最後一個指令的話就是 當你標某個container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gear行指令 直接來看一下LX7的一些用法 這個我是已經啟動好的一個container 然後你當container啟動完之後 你連進去的話 你會看到的是這樣子的畫面 它就是要你登錄 然後container 就是ubuntu這個container它的 這個template的預設的帳號密碼 都是ubuntu 然後現在你就是可以在 就是你就是擁有一個虛擬的一個電腦 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 像是你可以appget之類的 那LX7它有兩個指令 一個叫star一個叫execute 那star的話表示它是啟動整個系統 所以它會執行很多一些開機的程式 然後execute的話它是直接執行那個程式 然後你如果要用execute這個程式的話 你必須確保你container裡面有 紅色那個程式 那LX7它有提供一個checkpoint的指令 可是你去執行那個指令的話 你會發現它會顯示waste做 這個功能就是很 如果這個功能做出來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做一些 像是container migration或是 的功能 那AUFS是什麼東西 它是讓你可以在一個資料夾內 一個資料夾下看到很多資料夾的檔案 像以那個圖為例子的話 你可以在Union這個資料夾下看到資料夾A 資料夾B資料夾C的檔案的連輯 那用法的話就像這樣 就是依序輸入你要連輯的資料夾名稱 然後你如果沒有指定讀寫權限的話 預設它是以最左邊的是可讀寫 其餘都是可讀 那如果資料夾有相同的檔案名稱的時候 它會以左邊的內容為主 那寫入檔案的時候 就會寫入到可寫的資料夾 那如果每個資料夾都是可寫的話 則以左邊的為主 那我們看完了Dark跟所使用的技術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是來看Dark 那LXC跟Dark它都有提供Container的功能 那它們之間有什麼差別呢 就是Dark它是based on LXC的技術 然後Dark的話它可以從文字檔案面去建立Image 從文字檔案可以建立Image的話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很方便的散佈Image 那Dark它是不會啟動整個系統 可是LXC的話你可以選擇啟動整個系統或不要 然後Dark它提供了一個比較友善的使用者介面 像是你可以很輕易做到開啟某個Pore或是共享資料夾 那Dark的話使用比較少的磁階空間 因為它有使用到AUFS的技術 然後這是Dark的Image跟Container之間的關係圖 一個Image run起來之後就會變成RunningContainer的狀態 那RunningContainer裡面就是裡面會有一個程序跟一個RootFS 然後當程序執行完後或者是那個Container-basedStop後 這狀態會轉變到Stop的Container 然後這個時候就不會有程序的存在只有一個RootFS 然後你如果再重新Start的時候 它會切換到RunningContainer的狀態 如果你把StartContainer commit的話 它會變成一個Image 那RootFS就是Container裡面的FireSystem Container裡面的RootFS跟Image裡面的RootFS 有一個小小的差別就是 Container裡面的RootFS會有一個可寫的Image 可是在Image底下的RootFS的話都是圍堵的Image 至於為什麼可以在一個資料夾下看到不同地方的東西的話 就是靠AUFS的技術 然後這是一個簡單的Docker file 然後基本上就是可以建立一個台灣Pi的網站在Container裡面 然後基本上就是執行一些APGitGate的一些安裝的步驟 然後之後再把台灣Pi的網站下載下來 之後執行HQTP Server 那我們要怎麼去Run這個Container 我們首先我們先把那個Docker file轉換成一個Image 我們用GeeHan指令就可以把那個Docker file轉換成一個Image 之後我們用Run的指令就可以把那個Container 把那個Image run起來 變成一個Container 如果你只是用這個指令的話 你在你的本集9000Po的話就會有一個台灣Pi的官方網站 你可以用Stop指令去禁止Container 你可以禁用之後再來啟用 你要移除一個Container的話 你用RM這個指令 如果你要移除Image的話 你則是使用RMI 所以像我們如果要建立一個開發環境 或是Production環境給別人使用的話 我們只要寫好Docker file之後 傳給別人 別人就可以很輕易的建立新的環境了 然後這是總結 然後就是Kernel 它是利用Namespace來做到一些虛擬化的資源 這裡的虛擬化跟VirtualBus那種虛擬化是不一樣的 然後ControlGroup的話 就是可以做到 對一群程序做一些控制或是一些做資源的限制 而Container跟HOST7SEN的話 都是因為都是使用相同的核心 因此核心掛了之後整個系統就會 就會掛掉 那Docker跟LX7它是 就是有點類似 可是 Docker跟Tasker更好用的介面 那 我今天的演講就是到這邊 然後有什麼問題嗎 喂 請問一下如果你在Docker裡面 再跑另外一個Docker的話 這控制權是在最外面還是 還是 喔 因為有試過Docker你們在關Docker 那這時候這時候PID是誰在發的 如果是以Lenspace 如果以Lenspace的觀念來說的話 Lenspace好像是可以繼承的 所以基本上它的PID的話是由上一層發的 的話 好像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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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無法證明給你看 因為我建了一個新的lenspace 可是因為我沒有寫那個程式 讓它可以進入到我剛建的lenspace裡面 所以我沒辦法證明 謝謝 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請問一下 就是它那個現在有支援哪些OS的 FreeBSDi MacOS 現在進...對啊 因為我知道它有說它最後會支援 那現在大概是可以跑在哪些上面 Windows Check-in有 然後Windows好像也有 它Windows可以跑 它是用VirtualBox 然後我們再用Mac 好 謝謝 Windows可以跑也是別人跟我講的 還有五分鐘 還有五分鐘 那你們要看SourceCall嗎 我來講一個我簡單寫的一個就是Dock的程式 就是可以讓你更方便使用Dock 像我們使用Dock的話 像我如果沒有切換到root的話 我每次輸入Dock的話 我要執行Dock指令的話 我必須加SUGEO 可是我常常會忘記加SUGEO 然後還有必須再重新打一次指令 然後我就是寫了一個簡單的python程式 然後我就可以 就是當我沒有輸入SUGEO的話 當它發現我沒有足夠全線執行的時候 它會自動提醒我說要我輸入密碼 然後因為你用Dock的程式的話 像你打IMAGE 然後你忘記加S的話 它會跟你說找不到這個指令 那我就是寫了一個簡單程式 就是你只要打IMA的話 它就可以自動幫你列出所有的image 然後我又寫一個很無聊的sure 然後你就可以 就是有一些key4 就是像key4 現在有哪些container的ID 然後你就可以 執行一些你要的container 它有支援自動補完 可是它現在字太大了 我打完IMAGE之後 它是幫我自動補完後面的東西 然後就是看一下那個程式碼給你們看一下 再試一次 一些記憶體 程式码基本上我是直接用Docker的Python Library 來做一些簡單的處理 程式码是有放在GitHub上面 可是我現在連不到的網路 你可以到我的GitHub上面看 我是把它放在這個資料夾下 它不是一個獨立程式 我想問一下Docker除了用來做資源的管理跟隔離外 有沒有其他更實際的應用 你可以用來做一些PaaS的服務 像是 還有嗎 以一般的個人或是一般的那個 像我之前我用的話 主要是用來安裝一些軟 就是測試一些軟體 可是我不想用MersureBus來測 因為我只有一台筆電而已 然後我可以簡單開Docker來測一些東西 然後它也可以很快的幫你建立一些開發環境 像它Docker的話 你可以 它可以跟Hoster共用一些某個資料夾 所以你可能是 把你的SourceCode都放在某個資料夾裡面 然後你Docker的話就是 讓你的Docker container可以讀到那個資料夾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在你的環境下開發一些程式 然後你的Container的話 就是把Container的環境做得跟Production的環境一樣 這樣的話你就是變成是 就是相當於你在Production的環境裡面寫程式 這樣 我這樣講 可是這樣跟CHRoot有什麼不一樣 CHRoot 可是CHRoot 如果跟CHRoot比的話 在開發上好像是沒有特別的好處 可是像是在你想做 像在Production裡面可能 你用兩台機器 然後你可以用那兩台機器 裡面跑Container 然後Container裡面跑一些Service 然後當你的機器壞掉的時候 你可以很輕易的去把Container 搬移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可是現在它沒辦法做到 Live Migration的功能 如果它可以做到Live Migration的話 基本上就是變得更強大了 像這個的話它是利用一些 就是Docker的Container的功能 來做到一些 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像是 動態就是負載平衡之類的東西 可是我沒有做很深入的研究 如果你就是對它的應用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看看這個東西 剛剛講 Docker的Image 為什麼可以在兩台不同機器間轉移啊 它不是是跟本機的嗎 它會有什麼限制嗎 在跨機器的時候 我沒有很仔細研究怎麼跨機器 等一下 就是你要跨機器的話 事實上有個辦法是可以做的 就是 你就是Commit的那個Image 之後你再把它鋪了下來 這樣就可以做到跨機器了 可是無法做不到在 小孩子的環境裡面 可是 你只要給兩台 因為它 你就是跑在東西 是跑在Container裡面 所以基本上主機的程式 主機的環境不一樣不會影響到它 會影響到它只有Container的環境 它就是Container相當於中間的一層 它就是Container相當於中間的一層 那謝謝大家 那就請大家謝謝我們果凍的分享 那我們下一場會在20分的時候開始 那剩下的幾場都是在國際會議廳的 那請大家離開的時候記得自己攜帶的東西 謝謝大家